我在这一生当中 最低限度要向欧业大师讲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下下篇 值得 不再搞六大轮回了 不再搞十八戒了 这就对了 这个是祝佛菩萨 硬化在世界 教化众生的目的 我们不要误会 要懂得佛菩萨的意思 知道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得了 知恩报恩 用什么报恩呢 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报恩 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生为王太子 他要不出家 他集成父亲的王位 不要了 王位能够舍弃 宫廷里面富贵的生活能够学习 一生 突破 日中一时 树下一休 一生过这样的生活 他为什么 视线给我们看 我们要学福 就得学他这个样子 富裕的生活 可不可以过 可以过 但是 不能给人做最好的方样 并不是说 过富贵的生活 就不能够往生 不能成佛 不是的 一样可以往生 一样可以成佛 那么佛这种事情 黎明一切众生 教导一切众生 要放下 像我一样放下 是这个意思 没有丝毫留念 你的心很快 就恢复到清静拼凝求 你很快就能振折 你也不能放下了 那相当不容易 自己要成就 也要给别人做好样子 那你就自立立踏了 所以一定懂得 这是内阵 我自己进行为了 我一定要放下来 对我来打开 我来打开 感谢观看